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东方减2018演习会不会成为中俄之间另外一个常态化的合作?请介绍这次中方参演的科目。 第二个问题,4月份,您曾经说过中俄2018年度海上联演,已经进行了第二轮磋商,请问中俄海上联演目前有什么进展? 第三个问题,俄罗斯方面说,今年年底最后一批次苏35将全部交付中国,请予以证实,吴谦,关于中国参加俄罗斯东方减2018战略演习,今后是不是继续参加? 这需要双方共同协商确定,我们将试试发布信息,关于演习科目,此次参演双方将主要仰恋机动防御,火力打击,转入反攻等科目,关于中俄海上联演。 据了解,中俄两军正就海上联演的相关事宜,保持着密切沟通。 最后一个问题,当前中俄两国军纪合作项目,都在按计划正常进行,双方将按照互利供应,协商一致的原则,进一步推进合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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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